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瑞萱 這幾天天氣真的是非常的悶熱 像是今天全台各地都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但是到了下午因為有些對流雲氣移入到台灣上空 這就下起了直步性的大雨 不過也因為這場大雨讓那麼悶熱的天氣 可以稍稍的降溫一下了 今天全台灣各地的高溫幾乎都佔上了30度 像是在恆春地區就是來到了32.4度 大午地區來到31.3 而宜蘭和台南都有31.3 都有31.1度 那麼悶熱的天氣還會持續到明天 而明天整體狀況我們就帶大家 從地面天氣圖來看到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道封面 現在已經持續的北移往日本的方向了 所以現在台灣上空的雲層量 已經逐漸減少當中 那麼明天因為全台灣各地 也不會受到任何天氣系統的影響 所以全台灣都是非常的穩定 那但是因為明天吹的是西南風 所以帶來是溫暖的天氣 那明天的溫度會比今天還要再更熱一些 而且也因為吹著西南風的關係 會將南方這邊的水氣給帶了進來 所以在南部地區都是要注意 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麼其他地區白天都是可以見得到 陽光的好天氣 要注意的就是在北部還有在這個 東北部地區還有在中南部的山區 都是要留意會有午後雷陣雨的情況了 那提醒大家天氣那麼熱 出門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了 那至於在溫度的變化上面 明天全台各地都非常的熱 高溫幾乎都會佔上30度 尤其北部和東部地區 這個高溫會來到34度 而中部地區會來到32度 南部地區31度 至於早晚的溫度 現在也不會太冷或是太涼了 都大概都是在22到23度左右 算是非常舒適的天氣了 不過白天非常熱 大家出門一定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那麼關心完整體天氣之後 就帶大家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23到34度 降雨機率是10%到30 中部地區溫度是23到32度 降雨機率是10% 南部地區溫度是23到31度 降雨機率是30% 東部地區溫度是22到34度 降雨機率是10%到30 而外島地區溫度是21到29度 降雨機率是10%到60 那最後就要給大家幾個小叮嚀囉 明天呢全台灣各地啊 這個天氣會逐漸變得穩定 當然要注意的就是 會有午後的雷震雨了 而且各地的溫度 還會持續的往上攀升 提醒大家出門一定要多多補充水分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預報 好